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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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 它這個就是 第一場 我去參與的 跟慈善性質有關的演唱會 它是一個叫做 家家醫院中西 它是在美國六十六年 1977年 就是在陽學演唱會之後的三年 然後七月十三號年間 我們舉行了 那時候有一個慈善的團體 叫做國際兒童村 後來現在已經 我不知道現在他們的狀況如何 但是在當時我的一個朋友 來告訴我說 國際兒童村需要經費的贊助 所以我那時候去 我做策劃做主席 然後是二教授 因為他跟家家音樂中心 很熟 所以他是做我們的指導 那演出的話裡面 我這麼寫的 我說這場演唱會 除了為國際兒童村的 小朋友一眼以外 也希望各界人士提出一些來 當然甚至於批評 歌罵我們都是可以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這個行列 我們雖然開始這個工作 可是展在眼前的是一條漫長而易不好走的路 最困難的是 就是如何把這一代的歌 不著我可能記得跟傳統結合起來 這場演唱會 是我當時的欺負性 好 然後呢 這場音樂會裡面的廣告 你可以看到當年我們聽音樂 音響設備是什麼樣子 那這家音響動詞 你看到他們有一個暢談 一個喇叭 還有一個欠勤寬大器 讓大家去回味 也許有些人是體會 完全你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那另外就是為國際兒童村 我們在67年就是第二年的4月8號 在台中中心航做了一場演出 這個海標上面為國際兒童村而唱 是楚歌寫字 歌者只有三位 一個是無初土 一個是胡德福 他也就是楊子君 我就是主持人 那在劇場演出開場之前呢 胡德福族交給 無初土跟楊子君 長江阿美族 胡德福是哪一族 我現在有什麼忘記叫 布農族 嗯? 北南 謝謝謝謝 北南族的大海人科 那因為有這個音源 才會在平革三十年的演唱會上 他們三個人又重新唱了這首看海的歌 那當時我的朋友左小青 她在國際兒童村工作 那這位左小姐呢 她也是在負責做財務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都是她寫的 她寫的 也許你看不太清楚 就說哪些錢 什麼是什麼 多少錢 多少錢 財務非常清楚 那後來這位左小姐 在台北有一家餐廳叫做 談話頭 她去經營 這家餐廳經營了很多年 可是她後來得了胃癌 後來之前已經過世了 那這一場呢 也很有意思 我們是在1982年 在台南為多國聯本的受害者 所舉行的議員 那多國聯本的受害者 那個時候因為抵抗油 所以在台中 當時的台中的榮總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治療他們的醫院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一共辦了三成年 因為你們已經過上去 到達了 1982年 上午後 我們就說 了解 這次了解 一秒鐘 立馬